请皇上将公主嫁给我 我五三四从见到公主的第一面起 就倾慕于公主惊世骇俗的美丽 更重要的是 公主还拥有同您一样惊世骇俗的勇气和智慧 能与公主喜结良缘 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男人最大的幸福 你不认为五三四的求婚值得考虑吗 真的吗 那我告诉您 我对这个人的看法 他除了效忠自己的姓氏以外 一无是处 他刚才的一番话是大舟成立以来 我听到的最坏的消息 大家好呀 这里是第二说句 前面几期节目 我们讲了武则天登基之前的权力更替 今天我们再次回归太平公主的感情线 学少去世后 公主心里没有其他人 但身边一直有一个人 就是五游四 其实五游四登场的时间蛮早 早在公主婚内被薛少冷包历时 就已经出现了他的身影 但那时他还只是个nobody 有着薛少的对比 公主甚至不愿意多看他一眼 五游四 你为什么老盯着我看 我觉得你好看 好好看 哪好看 哪都好看 连哭的时候都好好看 谁哭了 五游四真正走入公主视野 是在薛少死后 他在营救薛崇健的事情上出了力 当时的公主刚刚失去爱人 又对母亲充满憎恶和戒心 他觉得自己一直生活在谎言与欺骗之中 除了自己的如母春妈妈 他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人 而这个陌生但是实诚的五游四 在关键时刻愿意顶住政治压力 伸出援手 帮他救助这个罪臣之子 多少给了他一些安全感 所以他接受了五游四 走进他的生活 但也仅仅是个表达感激 与客气的普通朋友而已 如果公主殿下主意已定 那院校全马之劳 护送叶儿出城 那有刑部特配的腰牌 不必接受审查的 吴大人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 亲子送叶儿回来 又如此关照我们 难道吴大人不怕皇太后的怪罪吗 一直为公主的真情所感动 只要能亲眼看见您对 薛家二老静孝的场面 都会为之动容 除非他是铁石心肠 薛少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我很佩服他 吴大人 如果薛少在天有灵 他会感激你 我也一样 对于五游四来说 他有着充分的舔狗修养 只要公主能接受他主动示好 允许他出现在公主身边 他就已经满足了 他非常清楚自己几斤几两 根本不奢望高攀公主 他觉得自己能够帮公主排有解闷 就是自己的价值 看到公主开心 他就觉得有成就感 比起当初公主 对待薛少的万般容忍 五游四的爱之深切 之卑微 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最爱吃什么 很久的时候 在宫外吃过一次馄饨 那时天刚蒙蒙亮 狂欢的人刚刚散去 街道是那么的寂静 露水接在破旧不堪的凳子上 闪着新鲜的光泽 好像寂静都会发出亮光 一切都在梦里头 我已经忘了那馄饨是什么味道了 可是 可是我知道吃馄饨的时候心情 特别快乐 特别轻松 但我有那么一点点伤感 我从小家里就穷 我想要的 都是我得不到的东西 所以 我就不去想 而我有的呢 又是能越发地 让我感觉到自己有多么贫穷 长安这儿很富足 你喜欢长安吗 不喜欢 太后看不清 那他几个远房哥哥嘲弄 琼城又盼 又不敢得罪 天天制造我的笑话到处传说 可是那又不能走 全家的荣华富贵 都靠我一个人 武则天这边 眼见着公主 跟武家这个不成器的人物 越走越近 明知他是有意气自己 也生怕女儿一世统婚 真的嫁了五游四 断送公主自己的幸福 他心里着急 但也知道 女儿对于薛少之死耿耿于怀 记恨自己 所以他也不敢轻易指婚 干预公主的情感生活 怕激起公主的逆反心理 只能曲线救国 让他重义的 觉得更有出息的五三四 主动追求公主 让我去找太平 这也是太后的意思 正是 太后说 公主是牙顶上的一朵刺儿梅 没有人可以不费周折地得到她 我明白了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知道如何地体谅女人 这点比我强了 可是你还不明白吗 太平并不爱你 她只是觉得和你在一起安全 不用付出感情 不会受到伤害 她是被伤怕的 我想 你和太平 是不会有结果的 我想你心里明白 等我娶了太平 我会好好地感谢你这个名字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吗 她怎么会在这儿 这 这西师哥大哥特意给你安排的 他亲自写的戏词 连太后都知道 太平 太平 同时 把五游四支得远远的 让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他 去前线打仗 大概率他会遭遇不幸 那就相当于借敌人之手 帮自己解决掉这个麻烦了 如果输了 也会被满朝文武公开瞧不起 自觉自动地远离公主的视线范围 万一真的凯旋归来 起码匹配公主算有了功绩 不算那么拿不出手了 你知道为什么派你去征锡吗 太后是看个 不知道 因为 太平需要安静 需要一个人冷静思考自己的生活 你懂吗 懂了 我会派裴忠职将军做你的副手 新军打仗非同儿戏 有事要多跟裴将军商量 不要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 公主还是看出了母亲的用意 上一次她傻傻地被蒙在鼓里 无法预见母亲用权力支配自己的幸福 这一次她看明白了套路 决心自己的生活不能再为母亲支配 你为什么要派五游四去戏政 你明明知道她连一天兵都没带过 难道母亲要她去送死 难道仅仅因为我和她的交往 五游四是我的朝臣 如果我要她死 犯不着派她去打仗 绕这么大个圈子 不过你跟她走得太近倒是真的 她不配你 她配不配不是母亲规定的 我毕竟是她的朋友 她要不是你的朋友 我心许都不会看她第二眼 不过她要是打了胜仗立了功 倒是有了一点资格同我的女儿交往 太平 你不要拿自己的幸福跟我赌气 生活是平时而具体的 不管你有一个多么华丽的开始 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一个女人 不但需要体贴 还需要浪漫 需要情怀 需要能满足你心情的智慧 她给不了你 公主出面维护 其实跟五游四本人没有太大关系 也许她多少是有心 想留住身边这个 愿意无偿对自己好的老实人 但更多的 还是想把跟母亲置气这条路走到底 她心里始终不能原谅母亲 以爱的名义伤害她最爱的人 从根子上扼杀了她获得幸福的可能 她也不能原谅母亲 在毁掉她第一段感情之后 不思悔改 还能无所顾忌地继续感受她的生活 而且手段依然是权利 在武则天眼中 权利只是表达情感 维护情感的手段而已 通过权利达成目的 是顺理成章的事 过程中的问题可以忽略不计 而在公主眼中 手段和目的必须统一 感情就是真意换真心的交流 一旦涉及权利就不再纯粹 她不能接受用错的方法去做对的事 因为方法错了 事就不可能做得对 即使达到了对的结果 错的过程中所伤害的人 都是难以估量的 这就是他们母女之间在认知上的根本区隔 而五由四只是公主和母亲之间斗争的一种象征 一个工具 只要母亲反对的她都支持 只要反着来就对了 母女双方心里都明白 只是公主不愿意承认而已 更可悲的是 公主利用五由四去对抗母亲 其实也是在用错的方法去做她认为对的事 只不过母亲使用的是政治权利 她使用的是情感权利 不知不觉公主走上了跟母亲一样的道路 这宫里处处都是人间子 能五由四跟他们比起来 能五由四无才无德 有的只是农民任人在割的那股子汗劲 嫁给恶大哥吧 他毕竟是英雄 又才华 对您也算是忠诚 就别老拿着恶跟你母亲斗气了 你以为恶傻呀 打起精神来 你一定能打赢的 就凭你那股子农民的憨劲 我明天就送你出征 五由四也真是个幸运儿 他首次出征压根没有遇上敌军 兴高采烈的报喜 说是武则天的神威把敌人吓跑了 武则天表示又好气又好笑 于是给了五由四一个讽刺意味的封号 就等我要挥剑冲锋的时候 忽然刮起了一阵铺天盖地的狂风 吹得天昏地暗的 吹得我门也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我马上令令将士们 严阵一带 已经制动 敌人攻上来了 没有啊 等风光 我门睁开眼睛一看 灰呼人已经没有了 你就是这么大的胜仗 我想 我想这是上天 上 上天中的大洲帝国 多少 你就这么让敌人跑了 没有啊 吉令将士正装出击 追悉敌兄 追了多少里啊 追了好远 好远是多远呢 怎么说也得有五里吧 也许是十里 你这个胜仗 打得倒是轻松啊 还有点窃战的嫌疑 可不管怎么说 也算是个胜仗 赏你菜衣五百 这封 就封你兵部血刃大将军吧 好 兵部血刃 武游四受到了极大的羞辱 一时想不开站上了城楼 胡闹 他是指责我侮辱他了 好啊 那就让他死吧 可是 他站在那又不死 从下朝到现在 起码有两个尸臣了 城下围的全是人 守城的位是人心惶惶的 无法执行公务 靖德王爷 让我问问您的意思 告诉靖德王 武游四 华众取宠 扰乱士风 就地拿下 武游前可算找到理由 又把他拖出公主的朋友圈 结果没想到 激起公主更大的反抗 游四 如果你想死的话 就往下跳 要活的话 就跟我走 有本事 你就嫁给那个懦夫吧 这个胆小鬼 武则天这边踩走了个兵 公主直接下帅 用嫁给武游四的方式保全他 更用自己嫁给这个公认窝囊费的方式 企图羞辱母亲 挑战他的权威 报复他曾经对薛绍一家犯下的过错 武游四 武游四 你说过你爱我 那 那是说个 为什么 因为您可爱啊 就这些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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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你看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现在呢 你 我一直没有改变 武游四 你也说过爱我 不但说过 而且对天蒙过誓 你凭什么说爱我 凭我的才华 凭我的智慧 凭我的能力 我能使你成为世间最幸福的女人 更重要的是 凭你的母亲 当今的皇上 她对我的嘱托与信任 她相信我 能使公主幸福 武游四 那你凭什么呢 我 我凭我的真心 我今天请你们二位来 是来喝我的喜酒的 你们其中的一位 将成为我的证婚人 五游四 我决定 嫁给你了 你大哥 你大哥 将是我们的证婚人 驸马 担贝 驸马 你跪得那么远干嘛 跪近点 让我看看 抬起头来 这没眼儿嘛 虽说不大清楚 也还算将近 也难怪呀 我从来也没正眼儿仔细看看你 你不得了啊 他真把我女儿给娶了 谁的主意啊 太 太平道 哟 那我还真小看你了 你挺有魅力啊 兵不屑任大将军 不敢不敢 承蒙公主的后爱 这是一件好事 当母亲的应该高兴 我祝你们白头偕老 万儿 把我的礼物拿给太平 太平 你结婚结得这么急 我也没来得及准备 你就收下这个吧 算是我给你的一份礼物 你 早晚会用得着 谢圣上龙恩 谢母皇恩准女儿的婚事 太平 太平 好久没看见你了 还是那么漂亮 就在公主认为自己战胜了母亲 赢得全面胜利的时候 武则天送给公主一份新婚礼物 给了公主致命一击 然而 她却依一道手欲 再次轻易地击败了我 她居然提前为我的婚姻 宣判了死刑 居然以圣旨的名义 特准我作为一个女人 秀掉自己丈夫的权利 我成了历史上 第一个可以任意修夫的女人 我精明的母亲 难道我们俩人的争斗 终将以我悄无声息的惨败 告终吗 姜还是老的辣 武则天的礼物 让公主的所有抗争 看起来都成了笑话 就像对待一个无理举闹的孩子 哭闹个不停 讲道理又不听 索性就给她个玩具哄一哄 让她自己待着 慢慢哭泪了就消停了 修夫就是一种权利 如果公主有一天忍受不了五游四的平庸 承受不了自己抗争的结果 那就给你一条退路 可以修夫 可公主一旦使用了这个权利 就证明权利是可以使人幸福的 起码可以使人不至于不幸 也就证明自己的抗争是错误的 武则天的方式才是对的 那么整场抗争的意义何在呢 而如果公主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 坚持不使用这个权利 所有的后果都由她自己承担 自己挖的坑 死也得死在坑里 公主的修行远远不够 正是一战KO 这里插一句 武则天的方式看起来诛心于无形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里面的情感因素 公主嫁给五家人 无论是谁 起码在权利斗争中保全住了性命 这是她愿意看到的 而她的这道纸 如果我们不出于对抗角度来看 也是给女儿留了一个出口 让她有退路 有选择权 有再次出发的机会 这何尝不是一份做母亲的苦心呢 结合这几期我们讲的一些史实和观念上的问题 在评论弹幕私信里是引发了一些争论的 我这里再延展一下 就像我们刚才分析的这道修复令的用意一样 其实视角不同 立场不同 看待同一问题的方式和结果就会发生变化 横看成岭 侧成风嘛 这是很正常的 很多事情放在一定的框架去说是没问题的 但是拉远了看 它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不代表全局 或者我们用更微观的方式去看 也会发现 里面还有很多不吻合大方向的地方 就像我们在自然学科中遇到的一些原理 也都有它的适用范围 是一个道理 比如牛顿第二定律 只在宏观低速下成立 在高速情况下 就会受到相对论质增效应的影响 再比如万有引力定律 在描述微观粒子相互作用时 就是失效的 其实人文学科也一样 很多人都会形容人文学科比较误虚 觉得正话反说 反话正说好像都对 其实是因为在沟通之前 双方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语境 一个一致的适用范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 UP主在从中学到大学阶段的学习 有一个很大的感受 就是后面的知识 在不停地推翻前面的知识 你在中学时 政治课学到的马哲 和你在大学时学到的马哲 政经 差距之大简直不像是同一个人的理论 而这还只是公开课的存在 如果专业研究西方哲学史 或者政治学 你就会发现还有另一方天地 倒不是说前面学的都是错的 而是说前面学的知识 很可能只提供了一个大框 越往后越深入越复杂 越难以用一句话简单的下结论 建议大家不要陷入一个 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中 去分析问题 比如我们讲了一件事 讲了它的一二三 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四五六 不是说没讲到的地方 就否认它的存在 这个不是对立关系 可能只是视角的远近 概括的经验程度 或者立场表述范围不同 或者篇幅有限 不能讲的太细 时间太长 导致大家可能会出现一些误解 UP主会尽量避免 尽量让自己的表述更加严谨一些 希望大家不要陷入一种 非此即彼的逻辑圈套之中 其实能提出想法 证明大家是真的很认真地 看了这个视频 作为UP主会觉得 心血和时间没有白费 做的内容有人看是很开心的 也很感谢大家 欢迎大家多留言多补充 大家共同提升嘛 UP主做这个系列的视频 本意是希望大家能通过讲解 对这段历史这部剧感兴趣 从而激发大家 自主探索学习和思考的热情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已经非常荣幸了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太平公主的第二段婚姻 前面的节目中 我们已经分析过 武则天出于保护太平 不被血洗李氏一族时牵连 以及自己在打击一几时 不被撤走的双重原因 刺死了血绍 让太平改做五家媳妇 那么嫁谁呢 历史上 武则天给公主物色的夫婿是五成四 也就是薛绍之死这一集中 作为人肉背景板 眼神格外抢戏的这一位 五成四在剧中的戏份并不多 不过他在历史上戏很多 比如前面建议武则天 去唐家子孙诸大臣不负者 构陷追杀李氏宗亲的 伪造那块白石头 给武则天献祥瑞的 带群臣上奏恭请太后称帝 申请给武家立五祖七庙的 其实都是他 后面武则天晚年立处时 积极争取太子位 当武家接班人的也是他 五成四在武家人当中 一直是比较抢劲的那个人 所以武则天才相对看好他 想把公主嫁给他 只不过很多他做的事 在剧中都挪到了五三四大人身上 之所以这么安排 是因为历史上 武成四谋求当储君未遂 很快就一遇而终了 相当于编剧好容易塑造了一个 副线人物 观众刚能记住的 他就下线了 不能很好的承接戏剧任务 而五三四一直活到了 中宗李显复辟之后 并与为氏和上官瓦而勾连 他这个人物前后贯通 可以串联起三朝的故事 值得下笔墨去书写 所以编剧才会相应的 把一些武家人做过的 具有代表性的事件 都放在他一个人身上 五三四这才成了 自视甚高的 武是野心家的代言 历史上虽然武则天看好五成四 但太平公主并不喜欢他 薛绍死的那一年 太平公主差不多23岁上下 还是很年轻的 而五成四已经年镜不惑 是个中年人了 两个人的年纪差距较大 本身就不是很大 又由于五成四 在血洗李氏皇族的过程中 积极卖力起了很大的作用 客观上 他与薛绍之死是脱不开干系的 所以公主难免心里会有抵触 觉得自己嫁给他 就等于嫁给谋杀亲父的仇敌了 更重要的是 太平公主眼睁睁的看到了 权力在皇室婚姻中的残酷性 他与薛绍本来是皇室止婚 驸马也是父母亲典的 出嫁时举城欢庆 风光无限 两个人婚后感情维系的也很好 在皇室婚恋中殊为难得 但即使是遇刺的婚姻 良好的感情也挡不住 权力战车的碾压 贵为公主 他也没有什么能力保护婚姻 驸马说处死就处死了 人命尚且危险 感情更如扶贫 在权力面前一切都一文不明 所以二婚时的公主 对于情感和婚姻本身 已经看得很淡了 他见识过了权力的力量 也害怕距离权力过近 只希望找个安稳点的人 过点太平日子 安身保命最要紧 可五成四又是这么一号 抢功冒进 有野心爱出风头的人物 再给他不可能有什么安稳日子 也不可能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 因此公主在理性上 是不会再给他的 史书记载 公主不嫁是因为五成四有病 毕竟人到中年了嘛 有点大病小情很正常 但这个病很有可能并不严重 只是太平不想嫁她的托词而已 那么公主选择谁呢 就是五家人当中 相对边缘相对安稳的人 也就是剧中五游四的原型 五游记 五游记只比公主大两岁 比低任驸马薛少还要小三岁 与公主年龄相仿是比较大调的 而且有学者考证指出她的样貌很不错 但up主并没有找到支持这一判断的理据出处 所以这里还是要顺便提一下 五游记呢 是武则天的伯父 武是让的孙子 与武则天的亲缘关系 比五成四就远很多 与权力中心的关系就相对弱很多 符合公主想要的五家边缘人的角色 而且她的个性也不像五成四那么冒进突出 新唐书是这样记载五游记性格的 说她沉紧和后于事无武 就是个老慎这个词现在给用成了贬义 那就换个词 是个厚道人 再看看她在五周时期的表现 其实也证实了这一点 神龙年间 武则天开始大批封赏五家人 封五游记为定王赏一千户 五游记两度上表 故词不败 而且文章写得非常恳切公顺 文采也很不错 收入了全唐文 我在这里读两句给大家欣赏一下 他写道 就是说 我能力不够 靠裙带关系坐上这个位子 也待不踏实 一颗狗尾巴草就别混在里面充树了 总的来说 武游记是个手镯藏鱼 明哲保身的人 也许她的才能在五家子弟中 并不怎么突出 但她能够做到 在其他人气焰嚣张 得意忘形的时候 仍然保持相对平和的心境 得到权力也知道进退 是比较难得的了 符合太平游主想要的太平生活 这里插一句 五游记虽无功绩 但也不至于被耻笑为 兵不血认大将军的地步 历史上真正做到兵不血认的 是武则天的男宠薛怀毅 他两次西征 没有一次正面遭遇突厥 第二次 甚至还没开打突厥 就自行撤兵了 真真是运气好开旋而归了 编剧此处把薛怀毅身上的 这种荒诞性挪到了五游四身上 增添了这个人物的喜剧色彩 剧中郭东霖和傅彪两个人 虽然整体上的结局都是悲剧 但很多笑点都是这两个人创造的 调节了本剧沉重的题材走向 说回来 公主一面合理挽拒了五成四 一面也给出了自己的选择 五游记 对于武则天而言 其实都差不多 只要符合五家人这个属性 都算达标 本身他在先前报复时 已经把五家亲戚杀得差不多了 剩下这些都算远亲 不过是挫子里拔大个 谁都行 他原则上都同意 于是就应下了太平 只婚给了五游记 我们之前在介绍薛绍时也提过 历史上公主和薛绍都是初婚 并没有所谓薛绍的原配慧娘这个人 而真正被刺死了妻子的 就是这位二婚的驸马五游记了 他才是真实历史上的可怜人 为了保全太平公主的身份 他的原配妻子可以随时被取消姓名 在史书中连句话都不剩 只知道他与五游记生了四个子女 孩子们毕竟还是五家子弟 因此原配被刺死后 四个孩子被过继给了太平 算是保住了姓名 五游记与太平公主 就这么带着各自婚前的四个子女 在一起生活 日子幸福吗 我们无从得知 只知道公主与薛绍生活七年 生了四个孩子 而五游记婚后二十多年 却再没有生过一个孩子 只知道公主婚后没多久 就开始肆无忌惮包养男宠 甚至跟母亲上官婉儿共用男宠 跟宰相朝臣都有勾连 只知道五游记死于公元712年 几个月后 因为太平公主争权失败的缘故 就被李隆基刨坟鞭尸了 就算是当了驸马 这样的人生能称得上幸福吗 剧中的她也同样不幸 五游记在剧中的形象五游四 只是公主与母亲置气的一个工具 她在感情中的卑微 重演了公主与薛绍 在情感关系中的地位 更惨的是 她最终也没有获得爱情 甚至没有体面的尊重 她只是活在一群大人物之间的 尚不得台面的小人物 编剧之所以把她身上原配被杀的悲剧因 所挪给了薛绍 是为了让薛平爱情线的悲剧性更强 给了薛绍自杀的理由 也给了公主母女决裂的戏剧推动力 完整对比了情与权的矛盾 而把薛绍塑造成美好正直忠诚 但永远得不到的艺术形象 才能成为公主一生追求的 念念不忘的百月光 也才能合理解释 为什么遵求纯爱的公主 会被一个玩世不恭的男虫所吸引 仅仅因为她长得跟薛绍一样 借了薛绍的光 并由此演绎出公主与同一形象之间的情与欲之间的矛盾 到五成四这里 只能算是一个情感的rebound relationship 薛绍亏欠公主的爱护 在五游四这里得到了修复和补偿 虽然这份爱护是如此不受用 甚至是被嫌弃的 最后要说明一下 旧堂书的确有记载 公主五世二男一女 就是说公主与五游记应该是有三个孩子 但并没有明确说是育幼 而五游记目前可查证的是有四个孩子 她的两个儿子五重铭五重行和两个女儿 比史书上多一个人 最近这些年的考证发现 五游记最小的女儿永和县主生于公元683年 而公主嫁给五游记 是在武则天登基前的两个月 也就是公元690年的农历七月 公元683年 太平公主还跟第一任驸马薛绍过快乐日子呢 所以逻辑上来讲 五世的四个子女不可能是太平公主亲生 而是二婚后过季给了公主 公主做了嫡母 阿布主在这里采信这种有考古依据的说法 至于史书本身 阿布主之前也讲过 我们的态度是不可不信也不可尽信 史书毕竟是史观编转的 有疏漏是很正常的 有主观倾向也正常 甚至人为操纵改写的都很正常 举个例子 太宗李世民的历史就是他自己改编过的历史 《资质通鉴》里就有记载 李世民因为害怕自己杀兄弟 背上千古骂名 特地加了很多情非得已的原因 说他自己功勋卓著 忠孝两全 为人谦逊 太过优秀 被兄长嫉妒 才被迫动手 而他的老爸李渊 也被他塑造成是一个薰无大智 要靠他鼎力相助才能成就天下 最后自知不行 主动让贤的老头子 这些清楚写在史书上呢 并不意味着就是历史本史 还有一点 中国古文是要靠剧斗来划分的 而且很多时候文章会从前省略主语 有各种道庄剧 或者采用笔星的修辞手法 这都导致了金人在译文上有很大分歧 再举个例子 太平公主具体叫什么 之前up主也说过 历史上没有很明确的说他的名字 我们只知道他的道号叫太平 但台湾学者雷家记认为 他应该叫李令月 因为全唐文中 崔荣撰写的《代皇太子上识表》里面有这样一句 福建臣妹太平公主妾李令月家臣降平公主 因此太平公主应该叫李令月 而大陆学者蒙曼以及其他一些学者都认为 这只是个断句的问题 令月与家臣都是今天是个好日子的意思 令月家臣这种用法常见于各种篇文 所以不能说公主就叫李令月 这句话应该读作 福建臣妹太平公主妾李令月家臣降平公主 这种学术上的不同意见 就是今人在翻译古文时所造成的分析 凡是遇到这种没有确凿证据 史学界尚无定论的情况 up主会选择不予采信 而遇到类似武士的小女儿永和县主 慕志明这种明确的证据 证实了她的实际年龄与史书描述相左的情况 up主就会选择采信这种有实证的 史学界认可的说法 而不是单单依靠史书孤正的记载 好了感谢收看本期第二说句 下一期公主与武游四的故事继续 我们下期见 拜 尽管她无能 可她是个好人 庆幸的是 我和她之间没有感情 我嫁给她 恰恰是因为我对她没有爱情 我把爱给了你 所以 我把我们的婚姻 视作对我们爱情的保护 因为我不用付出 可笑的是 新婚初夜 你让我等了一个晚上 因为我爱你 而现在 我又让另外一个人在等我 同样 也因为她爱我 而今 和我当年一样强烈 我